77岁的老年女性发现了肺部病灶 21年到现在 20年到现在 一直在复查 我到底要不要处理它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看它有没有变化 肺部有个这样的病灶 20年就有了 而且这个是不是脖层的 看到里面也有空泡 也有软组织 所以还是怀疑一个早期肿瘤的可能性大 那么关键我们就是要看它有没有变化 没变化 因为高龄了 就继续观察 有变化就一定要处理 那我们现在看23年6月份的图片 23年的6月份 这个病灶依然存在 似乎有点增大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看周围是摩波利影 中间是狼泡 这就是也算狼泡型肺癌吧 那么最大的这个直径 可能在这么大 2.67公分 不到3公分 然后我们看看它20年的时候 2020年 当然这个不是博程CT 不是博程 但是大概也能测一下它的大小 那么大小 也是2点几公分 说明它最少是变化不明显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 两三年的时间了 它变化并不大 那我们看看去年 去年的这个22年7月份 因为它照了很多片子 也是蛮大的 实际上 这个层面看看它有多大 也是2.7公分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是有变化 但是它变化非常慢 缓慢 如果身体状况好 因为这个病状确实比较大 心肺功能好 没什么基础疾病 那么是可以考虑 手术切除的 这个是个惰性癌 如果身体状况很差 活动胸门气端明显 或者是这个 有基础 比较重的基础病 那可以再观察一下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早期肺癌 所以 但对高龄老人的处理 我们要稍微多考虑一些因素吧 如果身体状况好 是可以做手术切掉 因为高龄 所以我建议只需要做一个局部切除 做一个歇形切除 大歇形 因为它长在最边边上 所以做一个大的歇形就够了 好 可以抗力 小数 嗯